也就是說北門的意象是指要北門這一棟建築物 去凸顯它還是要從一個文化景觀的腳步去看它 我覺得我提出來這樣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也尊重101年的文資審議委員做出這樣 但是他其實並沒有說一定要 他是以北門意象的形塑為主 那這個形塑我覺得包括市民或國人 對於北門意象的形塑大家的看法又是什麼 這是我提出我的疑問 就是說我沒有看到很多方對於這個的想法 那因為所以導致所有的報告 其實我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好像都是在著重在交通的輝煌 就是很容易墮入這樣子的印象 那可是交通的需求我們又知道說 其實它會隨時帶一直改變 那如果我們做了今天做了任何一個決議 我第一次都應該要盡量避免說 如果我們的後代對於這個地方 有另外的想像的時候 也就是說它的文化價值 其實也會跟著不是只有交通的需求 其實民眾對於那個文化資產的重視 只有與日俱增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所以對於北門印象的形塑究竟是要什麼 我沒有看到討論就是只有直接的一個提案 再來就是我想因為裡面有提的這個 剛剛黃委員已經有提過就說歷史建物的原因 非坐落地點這個說法 我想以後可能避免再去提他 然後因為這麼講就是說 如果要提101年的文資審議委員會 當時的召集人體檢長老師也有特別提到 要注意山景倉庫代表的城市發展脈絡 其實李老師也有提出這樣子的一個 提醒那另外就是說其實我想文化資產保存 往後大概面臨這種比較是有爭議的案例 會不會只有更少會更多 也就是民眾參與的關心是越來越強烈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些民眾的疑慮或爭議得到很充分的去討論 更開放的討論之前 我覺得去做這樣的決定其實只有讓市府 要去盡量對付某些東西 那我也希望說如果有那個機會 我們在做討論的時候 其實我希望各方的意見都可以在會上做很適切的去陳述 我覺得很多問題就是在公開的場合去把它理解 也就是要有對等的對話空間 先前發言大概也對台北意義上這個字眼當然有很多 我覺得應該可以有很多詮釋 那把它化解當然要看來有的是移動的 那當然可能有一個大概是不移動的 那當然今天的簡報或是今天的討論的 對不移動的這個事情好像也沒有 對我來講好像也沒有太多的說明清楚 先前發言的 所以我的建議看有沒有可能 一個當然就是移動的這個四股藍本 有沒有 我不曉得應該是誰來提 是一樣由四股來提 還是由別人來提 有沒有可以有一個就是認為最好的不移動的方案 那兩個作品一樣 很清楚的 那移動好還是不移動 因為先前給我的八個方案 九個方案 他們太亂了 我反而建議就是希望畫成你們三個方案 還可以有什麼去好好討論 但現在看來也還沒有完全適宜 所以有沒有可能提一個不移動的那種方案 在文化資產 還有交通 還有都市發展 這個方式呢 到底它應該是什麼 那給我們一個比較恰當的 我想大概在做反對的大概都有這種的疑慮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 還是說因為發展局給我一個最好的答案 就是移動 那我想先前也有一些委員 在我講的這個方案也可以包括未來呢 因為剛剛有幾位委員說 未來如果這個我們只能接受第一方案 是不是啊 那個市府方案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一個方案就是說 這個剛剛我提的這個方案 有沒有一個未來也可以移回去 這個的可能性倒是 我想剛剛有一幾位委員也提這個方式了 所以我的建議大概是不是可以 以這樣的兩方來做最後的比較 為什麼會比較提供一下 主席先生 代表的 剛剛劉委員 剛剛劉委員談到這個 那個北門的那個意向形象 到底比較其體的內容 我是想提點簽譯的 講文化劇 過去在廖賢浩先生當局長的時候 他為北城他寫了一首新詩 120周年新詩 那麼那個時候曾經累積 因為那個北城那個城牆石 後來就被埋在地下做台北市的日治時候 都被那個水溝下水道 所以這個曾經有一個故事 好像台北要這個水道在重慶的時候 重置這個國際標 那個標到了等於 標到了以後 他心裡也抱怨非常多 他說為什麼日治時代 在人家看不見地下工程做得那麼堅固 所以他培本 他以為是在中國的工程都是洞 就是後來發現地下很多都是城牆石 後來在這個城內 有很多建築物發見 那個城牆的牆壁 很多也都在那城牆石 那麽在那個花 那個什麼 那個原來在監牢裡面 旁邊那個人 所以本來文化學過去很多的學歷 把它累積起來 就是那些城牆石 有一些將來就會要在我們這個北門 這個廣場的附線需要有一個虛擬 再把它累積一點 不是說它只是屋的一個城門 它還有旁邊有一個 曾經好像那個時候文豪基也曾經委託專家學者做虛擬 曾經有想復健 但是前面那個影到橋就遮住了什麼都不要做了 根本沒有辦法做 所以這個也是 那麼第二點的我是講建議的記錄 就是說剛剛講說我們今天花園 或者是說人民曾經的意見 將來都變成歷史的一個記錄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在當代的時候沒有辦法被接受 但是在歷史的記錄它還是有它的意義 所以首先我們是說肯定 剛剛那個委員講說 那個人民曾經他們的這個熱誠 他們的熱誠 這是我們應該肯定的 他們這個意見也要使他們在八月記錄 即使我們沒有照他的意見通過 但是將來這也是歷史上可以承證的 第三點我是建議的 可不可以 如果是建議的話 除了剛剛 米委員所講的那個成本 跟那個的一個在一個提核因素以外 我是覺得在原子希望能夠有個意向的保存 在原子 因為保存它的 我們講那個保存有幾種保存 一個是實物保存 一個是文件保存 一個是意向保存 你在原子裡面用不同的 枯面的建材或者顏色 這個形塑它原來的地域在等於 這也是可以迷惑的 迷惑它原來就是 它本來就在這個地方 是這樣 因為這樣大溶洞 保安宮旁邊過去有一個這個艾門 艾門現在不在 可是它地面上留來一個意向 表示說過去曾經有過艾門 這倒是鮮明的移民到這個地方 為了黃毅作用曾經有過艾門等等 這也是幫助我們這個歷史上的記憶 也是這樣的意思 那我想就是補充的三點意見 就是說我們今天花園 不一定將來結議的時候被萬人接受 但是在歷史上的紀錄應該還是有 第二點就是說那個形塑的 我是想請文化寫可不可以再補充一點意見吧 就是把過去曾經有過的這個累積的紀錄 比如說城牆石將來如何 有一些現在都把它放在 好像是有一個地方有囤積起來 有土藏起來 那麼那些石頭將城牆石 怎麼要做 另外就是原來這個城門前面有一個河溝 我們現在重新再把它挖河溝也不可能吧 這個就是一個甕城 不可能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 將來這個廣場的湖面 能夠有一個意向上的寶貝 另外有像這個 那個傑觀亭 傑觀亭 或許這個都是非常重要儀式性的 跟這個城門有關的 所以我是想這幾點 最有普通 就可以建構 就是剛剛西長所說的 一個台北發展的一個歷史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雖然討論 我還是覺得非常欽佩 就是說大家都非常 如果能夠再補充這一點資料 那麼更強調的就是說 有必要重耀性跟必要的條件 為什麼河路瓶要這樣改 才能夠再做一點 那麼這個縮離會更加好 因為將來這個推套後的這個特段起來 還有現在的地址的因素 剛剛這個委員也提到 這個地址的因素 這才能做我的考慮 可能說明了 我是很兵備那個人們全檢團體 有一個小姐 最後發言 最後第二個發言 上一次在現場發言的時候 她曾經講過 她是非常極力想要保存一點點 不過她也講 世界上絕對沒有見 絕對的事情 她也是盡量求起盡大的努力來做選議 她也曾經講過這句話 她是絕對 這叫內部有絕對的 這個價格是一個相對的 所以這一點 這一點我想我的印象好像 記憶當中 上次才也曾經講過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要忠實的記錄 他們的意見要發言 那即使我們把這個資料補充以後 然後有機會再討論 也許可能又有注意 幫助大家來做決定 這非常感佩最後幾位委員 給我這樣的一個指導 那麼 新委員 米委員 都得高望重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階段裡面 都對我們年輕朋友 對我們在做的這些 整個討論的理性平和 即使大家都知道 最後的結論 不會每一個人的發言都被接受 這是一定的 但是大家現階段 我們還是持續的這樣一行 往前去探討 所以尤其最後這個 新委員建議的 我們第一個當然是肯定 今天來特別關心 在現場的朋友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不管是委員的發言 或者是這個關心的朋友的發言 都要把它能夠主持稿做到最好 但是主持稿之外 是不是有這些當要的條列重點 能夠當做未來的一個記錄跟見證 可是米委員 這個新委員 其他幾位委員 我看都還是希望 尤其米委員 更精確的提出來 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把它做出一個 原地的方案的這些分析 而不是說今天大部分都呈現的是 一地的可惜性 新委員也提到就是說 如果相關的補充資料 能夠再加強的話 也許我們在做定案的時候 給大家在這些福氣方面 或接受方面可能都會有幫助 我這個聆聽到大家的這些部分 那我還是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主席他還是忠實的 來歸納大家的一個方向 那如果說大家能夠接受 這樣的部分的話 那麼也許示緩者員 我們不差個幾天 或是一段時間來做這些呈現 而如果大家不反對的話 我最後還是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們怎麼把它做到 下一次討論 我拜託各位委員 就是說如果我們下一次 來得及 是不是容許我們 這個下周 跟大家來約時間 那再次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當然很多委員都提到 在座關心朋友的意見 他一定要能夠納進來 做這些考量 參考 那這些部分 是不是還是要麻煩 這個文化局的同仁 就是說 即使今天現場沒有發言到 但是如果說能夠書面提供給我們意見 我覺得這應該是有放註 那第二個就是 剛才這個 這個 在這個 關心的朋友裡面 就是說 我們是團體 一直這樣子 強調提案的部分 那提案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在程序上 應該怎麼去進行 我覺得他還是要正面去處理 那即使很多委員 都對我們今天的程序 很提亮 就是說今天提出來 我們今天就這個部分 我覺得 但是就是說 對關心的朋友 他是非常直播 那這我應該也能夠感動 深受 那最後還是要拜託 不管是交通局 都發局 文化局 那針對就是說 我們畢竟還是會做一個選擇 那我們今天還是強調 提出來的方案是兩個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不知道是大家傾向哪一個 但是我們最起碼做了幾個鐘頭的 一個開放的溝通 那希望就是說 這也是大家互相學習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就是說我自己勉勵自己就是說 我雖然年紀六十 但是一直要學習 傾聽多元的聲音 那就是說年紀大了以後 他的咳嗽性是非常差 但是我要強迫自己 我要能夠拚 那今天我真的是沒有白來 就是我看到 就是說 那個應該 應該這個咳嗽性 不能夠很強的 那都很強 我沒有指測誰了 但是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在今天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這些文史工作熱心的朋友 也能夠相對的 尤其剛才我們也提到 多元聲音本來就是彼此的互相傾聽 那大家來做思考 那在這種狀況下面 如果說我們今天也能夠達到 這樣的一個功效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不錯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階段性的 大家努力的一個成果 好吧 我想就是說 如果大家同意 我們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很抱歉 我們今天還要控制到股票 但是還是耽搁了大家更多的時間 那如果可行的話 我希望就是說 文化局 以這個主導的幕僚單位 下一次的文資會 能夠把它準備充分 那我們盡快的 如果下個禮拜 能夠再開一次 然後看看大家 都在公開探討 好不好 然後講就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跟大家來感謝 那最後我還是謝謝大家 好了 我們再去 下一次的會議 我們再做這個定案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我們這個會議 到日記報協助